底下一个问题 请问世尊投胎到这个世界 是入胎出胎都未曾迷惑 或者跟凡夫一样是先迷后悟 然后知道自己是来实现成佛的 这个诸位多看金就明白了 释迦牟尼佛来投胎 跟我们凡夫不一样 他在母亲怀孕的时候 这十个月 他老人家讲经说法 度终身的工作没有停止 所以在怀胎里面坐胎 他也在那里讲经说法 这个不可思议 如果你要懂得华严经上所说的 在微尘里转大发轮 那你这个疑问就解决了 一立微尘里面有世界 那个世界里有很多众生 也有很多祝福菩萨了 这华严经上讲的 一微尘里面 佛都在那里讲经说法 度终身 那何宽 在太炮里面 那太炮很大 比微尘大多了 所以这是不思议神通之理 这个是我们世间人无法想象的 他九元界就成佛了 他成佛怎么会再迷呢 哪有这种道理 所以他完全是来实现的 十九岁出家 然后去求学 通通在做样子 给我们看 告诉我们 我们凡夫就要向他那条路子走 你才能走上 成佛之道啊 所以要学 不学不行了 我们六祖的实现 那是实现上上根人 佛在经上常说 没见过 所以六祖就实现一个上上根人 不要通过学习 释迦牟尼佛通过十二年的学习 最后放下 那么六祖大使 不需要通过学习 当时就放下 妄想分别之者 也放下了 就回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两个实现 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你就明白了